朗词 伍伯伍 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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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样开始 有一个前方辨 现在我们的椅子 只做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用点力把你的腰杆挺直 头顶贴 缩一下下巴 舌头抵住上颚 牙齿轻轻地咬合 嘴巴闭起来 手轻轻地摆在 他腿上 全身放松 慢慢把你的眼睛张开 身体动一动 身体动一动 把我们的心稍微收射一下 动一动 让我们一起合个掌 我们一起来称念 三称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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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法师 主位菩萨 阿弥陀佛 今天好像又更冷了 阿弥陀佛 好快 一个月四次的讲座 今天最后一堂了 好 还是要问那句话 你们回去功课做了没 做了 不错 有做的都有来到现场 上个礼拜六日 有菩萨们上去跟我开会 告诉我 法师 听你的课 作业好多 都做不完 我说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讲 而不是第一次讲 两年前 在安和分院 两年前 应该是两年前 在安和分院上大悲 三年前 这么快 在安和讲这个大悲颤法的时候 我输家的姐姐去听了一堂课之后 她就不敢去 她说 哪有人作业那么多的 她说 不去听了 我也 我也曾经问一下我自己 到底要不要这样 到底要不要给这么多的功课 可是后来 我还是决定要 要的原因是因为 佛法讲 我们人生很难得 佛法难遇 那我们明师 就师父也很难遇到 那其实 我们这么友善跟都遇到了 如果我们没有 就是 没有用一点功的话 其实这一辈子 一闪失 下一辈子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所以有一点定刻 其实是好的 让你每天 每天 其实都有一段时间 是跟三宝在一起的 这样的在一起 习惯了之后 其实你已经习惯 跟他在一起了 他也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未来你去哪里 根本不用紧张 你时时刻刻 未来一定还会是 跟三宝怎么样 串联在一起 而且我觉得 有一点定刻 对自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当然有做定刻了 上个礼拜我告诉你们 我要找一个图案 来给你们按赞 请佛陀来给你们按赞 当然也会碰到一些 菩萨告诉我 法师你的作业太多了 所以我还是 作业太多了 请你们还是加油 加油加油 有同学问我说 法师 我昨天功课没做完的 我今天补作 我明天补作 不需要了 每天都让自己归零 没有所谓的补作 那你就是还是活在过去 每天都让自己归零 其实整个修学佛法的 就是看你归零的速度快不快 所以我们时常会抓过去 抓未来 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归零 所以作业没做了就没做了 你只要如实地记录 然后不要去批判你自己 你如实地记录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 一直走上来 只要如实地记录就好了 那我们这次大悲战的课程 其实我们讲了 把忏悔法门跟戒定会三学 其实做一个结合 那今天最后我还是要收到戒定会 因为整个修学佛法 没有其他的 就是戒定会三学 所以我们整个忏法 修一个忏法里面 戒定会都在里面 那我们第一堂课就开始讲了 那第二堂课 其实我们其实介绍了一个 在对修忏法的人 非常重要的一部忏法 叫法华三昧忏仪 那法华三昧忏仪 其实它就是本身 把整个修行的架构 架构 今天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你只要依据着它这个架构来修 其实OK的没问题 它从劝修 劝修就是要让你起信 有那个信心 对你 我们说整个修学佛法 你没有信心 那你根本不用走 或是你 这个信心没有提起来 我们说古德曾经这样说过 修学佛法什么最难 信愿行什么最难 起信是最难的 你信心 信你的师父 信佛陀 信你的师父 信你的方法 信你自己 这一个你可以提起来的时候 叫你不用方法是不可能 所以你看啊 法华三面参与 一开始让我们起信 起信之后 它告诉你怎么样 前方便 原来修行不是我 咚咚咚咚 跑进去 还是我现在这样 反正整个人就闪闪的 就开始用方法 不是 它前方便 就是要先把你的心 整个收射起来 一分钟 两分钟 都没有关系 有做这个动作 比你没做这个动作 那个效果是差很多的 所以它先把你的心收射起来 我们再来用方法 最后大家都说 我要好好的用功 什么叫用功 什么叫用功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会 一直带这个东西 用功不是我一直拜佛 我一直持咒 我一直念佛 叫用功 所以我们实际上说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播出个 百分之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 有人诵经 边诵经 边持咒 那妄想怎么样 两条线平行着走 因为那个什么 那个念佛 持咒 已经是机械式的 自己不知道 然后其实 可能边念经 持咒 然后边再计划 一个企划案 然后经送完之后 企划案也做完了 这个就是两条什么 已经变成妄念了 就是你那份绝招力 旁边的那个绝招力 已经不够 所以他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用功 一心精进 所以告诉我们 一心精进 有四一心 跟礼一心 那个礼一心 其实就是观 就是有一个绝招的力量 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也有讲 有人来拜大悲战 比方说 我举一个例子 拜这个大悲战 我们上个礼拜 就开个玩笑 就是看到这个手炉的花 为什么他的手炉的花 就是没有枯萎 我的手炉花是枯萎的 为什么我这个拜电 拜下去的时候怎么样 我的拜电是怎么样 比较不舒服 硬硬的 他的拜电比较软 那个就是没有一个绝招力 只在一个点 然后不知道 我这个修行 我来拜大悲战 到底是做什么 我最主要是 要来修我自己的什么 就是不要让我自己起烦恼 就是我们修行 我们不要讲什么 涅槃啊 讲什么 修行就是要让我们 得到最究竟的快乐 修行就是要让我们 思思心有乏喜 念念不离禅月 然后我们边修行 边持咒 边做功课 越来越做越苦恼 这跟我们要走的方向 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做功课 已经做到很苦恼的时候 拜托你先放下来 因为那跟你的 你要走的 这个方向完全不一样 懂我意思吗 今天有一个同学问我说 法师啊 你一天叫我们 要多持一遍大悲走 那我要迟到哪时候 才可以停 如果你修观音法门的人 至少一天要一个108 一天一个108 其实大概一个半小时 多一点点而已 你想想看 一天有24小时 你只有一个半小时 是跟佛陀在一起 要练习 练习从一分钟 跟佛陀在一起 两分钟 跟佛陀在一起 三分钟 跟佛陀在一起 每天增加一分钟 让你自己 跟三宝在一起 这不是很好吗 一分钟 每天一分钟 否则再对半好了 30秒好了 放眼看过去 我们都已经 有一点点年纪了 所以我们不再一点努力 我怕会 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法华三辈菜 他告诉我们 什么叫精进 一心精进之后 才进去什么 正修 你修了之后怎么样 修的结果是什么 他告诉你正向 所以我们用这个架构 可以去套到 所有的方法上 你用的方法 然后我们说的 参法其实是主事编的 他不敢乱编 他一定会有一本 依据的经教 所以大碑 这个大碑参法 它的依据经教 简称千手经 就是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大陀螺尼经 所以其实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把法华三辈菜 已经讲完了 把千手经讲完了 这个礼拜可讲 可不讲了 对不对 没人点头 感恩你们 就没人点头 我才有讲下去的必要 所以这两部 一部颤跟一部经 讲了之后 其实我们今天 要先对回去一下 这个古本 这个古本 就是千手言 就是大碑参的最源头 现在我们看到的大碑参 他其实从宋朝 一直来到明朝 一直来到我们现在 其实他已经被改过了好几次了 那祖师们 为什么历代 有一些祖师们是这么改 可是不管他怎么改 我们一定要先对回去 他的源头 我们来看看 他的源头一开始安排 到底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知道他源头的用意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怎么修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一下 大碑参的古本 千手言 大碑行奏行法 那你看他这边有写 四名沙门之礼集 我们直接进来看 这个是在大阵帐的第46车 第1950经 今天我的师兄告诉我说 果海师你这次上课 怎么这么的 意思就是怎么这么不好玩 可能以前我上课 太会搞怪的这样子 我说你这次上课都不好玩 讲得很学术这样子 有吗 我也不知道 可是这种专修的法门 大概可能应该就是要这么讲 就我们修学佛法 有普化教育 普化教育就是把大家接近 像我们法谷山的普化教育 算是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可是不能全部都 一直停在普化教育 普化教育进来之后 怎么样 你要一门深入 其实这次讲的这个法 其实就是深的法 就是让你一门深入的法 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讲 古德门是修这些法怎么样 正三昧得解脱的 正三昧得解脱了生死的方法 所以会有一点点的生 可是大家就是尽可能学习 尽可能学习这样 祖师们 因为可能在那个地方住了很久 有时候我们为了尊称他 所以比方说就会讲 世民尊者 其实指的就是资理大师 那你们会许会说 法师资理大师是谁 资理大师就是法治大师 我们这个课程来不及介绍 资理大师的传记 法治大师是皇帝封的 有没有 我们拜大悲颤到最后 一心鼎礼 惨天台教官 法治大师 有没有 那个就是 那是皇帝封的 所以我们说 那沙门其实就是 指我们出家人 所以资理法师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出家人 这是他挤的 那他一开始他就写了一下 他为什么做这个大悲惨 他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大悲惨 这个陀罗尼 这个大陀罗尼 他小时候就能够送 口送 可是他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 后来他 其实二十岁的时候 开始修学这个天台教官 就是依据他的经文 他发现到 这一个大陀罗尼 他是官会事宜 都可以具足的 所以他就用 智者大师所立的这个行仪 总共有四种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 一开始讲法华三位战仪的时候 就有说过 智者大师把所有的修行法门 修行的刑法 归纳为四种 你的修行法门绝对不会超出于这四种之外 一个就是常坐 这我们不再讲 第二个常行 第三个半坐半行 第四个非坐非行 因为之前我们课程都已经讲过 我们不讲了 他就讲了 这一部千手眼大悲信奏行法 其实它是属于非坐非行三昧 然后这个非坐非行三昧又叫做谁致意三昧 又叫做谁致意 我们第二堂课所讲的法华三昧参仪是什么三昧 是什么三昧 法华三昧参仪 第三三昧是什么 半行半坐三昧 传统的禅堂都是这样 打坐完之后 跑箱 跑箱完之后 打坐 打坐完之后再跑箱 它的动静就是这样怎么样安排的 可是修这个法 谁致意三昧 就是说 你在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可以修 像以前我们在官房修这个法的时候 洗衣服可不可以吃皱 可以啊 洗澡可不可以吃皱 可以啊 上厕所可不可以吃皱 可以啊 睡觉可不可以吃皱 可以啊 如果你有那个功夫 你有那个功夫的话 就是你可以边睡觉的时候 怎么样 还可以边吃皱 可不可以 有啊 真的是有啊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它不限定时间跟空间 就是你在哪里 只要你都可以吃的 这个就叫做 谁致意三昧 你在煮饭可不可以吃 可以啊 我记得安和的那一班 有一个人 他到后来一天吃了四遍的 一百零八遍 哇 我那时候就说 他可能炒菜也 我以为他可能 吃饭因为没事情做 就是专门吃皱 不是哦 人家所有的工作照做 所有的工作 而且来我们山上当义工 在厨房当义工 所以我说 我吃到你的饭 都就叫做大杯饭 吃到你煮的汤 叫大杯汤 喝到你煮的水 叫大杯水 因为 他全部都是用大杯皱 做出来的啊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人家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 直观的那个定的功夫 有多深 你们知道吗 人家吃大杯皱的人 吃到后来 这样子一变大杯皱 怎么吃 你以为跟我们一样 不是 一变大杯皱 这不是神话哦 这不是神话哦 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念头 里面有多好 这样子一坛子 有多少念头 你们知道吗 但是我们心太散乱了 说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可是我们如果 慢慢让我们的心练习 置心一处 无事不办 佛一教经里面也讲 设心的 能知世间 生灭法相 你对那个缘起 对那个无我 对那个无常 感受就会比较深 现在我们心太散了 看所有的东西就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佛法讲无我 可是我们看过去 都是我的 因为我们的心太散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为什么要有一个定刻 定刻就是让你的心 首先第一个 心先细力出 息一处先修子 子 有一个功夫之后 再来说观 事实上子观是要同时的 然后他这边就有讲 你看他就讲 本经初十亿 言道场 敬三叶 结界 修贡养 五情三宝诸天 六赞叹生界 七坐礼 八发愿 持咒 九忏悔 十观行 他也就是跟着 法华三妹忏语一样 有十个单元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它放大 有没有 这个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在法华三妹忏语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们讲大悲忏法的人 一定要先从法华三妹忏语开始讲 为什么 因为大悲忏法 它是直接进入 第四个单元 有没有 正修这个单元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进入 你就把前面三个都漏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 要先讲法华三妹忏语 它这个地方就从正修开始了 可是正修之前 还有三个单元 我们要去收集 要去了解的 所以这个也是 让大家都知道一下 我们开始来看 所以现在就是从 第四个单元 正入道场 修行的方法 第四 第一个 研道场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 原来正修从哪时候开始 从我们在场部的时候就开始 这几次来 碰到一个来排贡国的 其实当你在排贡国的时候 正修就开始了 当你在搬椅子的时候 正修就开始了 当你在铺那个什么 铺那个什么 桌巾的时候 正修就开始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心 怎么去做这个场部的时候 其实进来的人 都可以感觉出来 如果我们边场部 变吵架 你知道吗 那整个氛围 吵架的氛围 都在这个地方 人家一进来 马上可以感觉得到 马上可以感觉得到 你看这个影响有多大 那你看它一开始沿道场 我想沿道场 这边我不再多讲 只是说要把整个道场 我们说道场 其实是修道的地方 沉道的地方 所以道场要怎么样 稍微把它布置好 那这道场要怎么布置 它这边就有讲 就是要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那要千首观音 或四十首观音 或者是六首 四首都没有观音 如果都没有也没关系 只要一个观音像就好了 这边它就这么讲 如果真的都没有 好那释迦牟尼佛 大师之佛大都没有关系 那你看古代它在修这个法 其实是怎么样 十个人 十个人怎么样 所以以前我们的老师 在教我们大悲参法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十个人怎么修啊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们农然是以前 一拜联王跑战 第一佛堂 第二佛堂 第三佛堂 一千个人怎么修啊 他搞不清楚 我们一千个人怎么修 我搞不清楚 那十个人怎么修 大悲参为什么只有十个人 他们以前修这个法 其实就是十个人 就进去好好的用功 那你看它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它这里就讲 先把它擦掉 它这边就有说 如果你要去修这个法 你要日日尽力供养 有没有看到 尽心供养 若不能办 如果你不能每天 都好好的供养 出日不可无 那它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要去专修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法 比方说 我们要去精进用功 你没有福报 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 我们来到场 供养三宝 今天 今天又碰到一个 菩萨很好玩 他问我说 法师 我请人带了一个东西 给您 您有没有收到 我说有啊 就捐到场住去了 但以前我都是跟 菩萨们讲说 供养法师 其实应该是要供养三宝 或供养道场 我以前都说 道场有一千个人 你就有一千个功格 我最近又重新独立 不是的 供养道场 这个东西就变成 常住常住物 所以你供养的是 过去 现在 未来所有的出家人 你的功德是这么大的 所以供生的功德 这么大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你们脑袋不要 老是只有想到 说要去供养一个人 供养一个人 那只有一份功德 就是有什么 尤其是在法谷山 这个道场 师父说 不收别供 不收别供 为什么不收别供 因为我们都反复生 我们修行不好 所以我们收到 所有的东西 把这个东西 师父要我们 全部都回到生团来 让这一个 借施主的香花 来修自己的福慧 懂我意思吗 施主的香花 他可能就是 只想要供你一个人 可是你怎么样 你要把这一份 这一份怎么样 再转出去 转到生团来 他 比方说供养一个杯子 你不要以为 他只有供养一个杯子的功德 这个杯子 他是要供养 过去 现在 未来的 所有的出家人 你看过去 现在 未来的出家人 有多少人啊 所以为什么说 共生 供养三宝的功德 有这么大的原因 就在这里 那我们真的需要的话 再去生团灵 就是看谁缘 谁灵到那个 就是拿出来 所以供养三宝的功德 非常的大 所以他这边为什么 他就是 我们要去精进用功 你没有福报 没办法修行 一进去 头上疼 咳嗽 感冒 没办法用功 所以有时候 没办法用功 是怎么样 是你自己福报不够 你不要怪说 常住那个 为什么我热到 原来没开冷气 才不是 为什么人家 是不是 有人事常在拜餐 事常听到拜餐说 那边冷的要死 那边热的要死 那是你自己的 果报体的问题 跟环境根本没问题 所以有时候 我们让我们自己 就多给自己赔点福 所以为什么要来 到场当义工 为什么要来供养三宝 它的原因就是 我们一直在累积 我们自己修行的质量 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一堂课 修行就像 开的一艘船一样 那个水如果太浅 处处碰到那个什么 石头 处处碰胶 你走不过去还好 碰到石头的时候 碰到胶的时候 会沉船 你知道吗 是这样 可是你的水 如果是比较深的话 你会怎么样 走起来就会很顺利 最近我去台中 帮忙开一个会 我就发现到说 有大福报的人 通常都是能够成就 大事的人 众人的事的人 所以有时候 我们接一个案子 或再做一件事 会感觉到 处处受阻碍 其实这是第一个 自己没有解好缘 第二自己的福报不够 我就真的看到 我去台中开会的时候 就真的看到说 哇 这位菩萨 大福报 所以他能够成就的事 能够成就众人事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未成佛以前 佛陀这样告诉我们 要先广结善缘 其实你在广结善缘的时候 就是在陪自己的福报 其实为什么要先广结善缘 你们知道吗 佛陀 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两个人 当时候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是菩萨的时候 其实弥勒菩萨比较用功 你们知道吗 可是当时候 应该是燃灯佛吧 我帮你们记错 这尊佛我已经忘了 是燃灯佛那时候 看一下他们两个 可是 释迦牟尼佛跟众生的缘 先成熟 这是什么意思 他广结众生的缘 所以当时候燃灯佛 献了一个像 让释迦牟尼佛看 释迦牟尼佛就因为一句话 天上占佛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因为讲了这句话 他那个修行的功力 就比弥勒菩萨怎么样 超过 可是是因为 他跟众生的缘先成熟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广结善缘 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他这边就讲 虽然你心口精尘需要 虽然你非常的精进 可是你没有福报 没有办法 如果你能够每天 给自己赔一点福报 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 第一天一定要有 那修这个法 三七日为期 有没有 讲得很清楚 而且他这个三七日为期 它是规定的很严 一天要修六次 也就是说 一进去 真正修 再修这个法 一起 比方说像我们的佛妻 我们佛妻是几天 是要满七天 我们以前 隆寒寺的佛妻是九天 第一天报到 最后一天出场 中间整整的七天 因为在 《欧密头经》就讲得很清楚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他七日为期 就是不同的修法 他那个修行的时间 是不太一样 波州三昧 九十天为一起 法华三昧参宜 三七日为一起 可是他的三七日之前 有一个一七日 还记不记得 所以修这个法 一样一个月 第一天报到 入关 最后一天出关 前七天是什么 前方便 后三七天是什么 经经用功 所以你看他这个说 必不可减 所以他说说 而且要一七日是前方便 所以他这边 就稍微讲了一下 三七日要 而且他这个怎么修 都讲得很清楚 像法华三昧参宜 也是讲得很清楚 一出去再进来 就要灌洗 要怎么样 你看到 三七日要 禁辞 宰戒 修这个法 真的进去用功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规定 要怎么修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 禁三夜 也就是你从一个 从外围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 法华三昧参宜的时候 他就是先从空间 一直到我们的身体 一直到我们里面的念头 所以 以前我们师父就说 看你的空间 摆得怎么样 就知道你心里面 在想什么 真的 我们师父说 你乱七八糟的人 那心里面一定是 乱七八糟 疗仿乱七八糟 做什么 所以一个禅修者 一定是整齐 非常的整齐 那就表示 你的心里面 也是整整齐齐 不会凌乱 那你看他这边讲 第二个是禁三夜 禁三夜你看他就讲 诵这个咒 经云 这个经云 其实就是指千手经 经云 诵这个神咒 要发广大菩提心 适度一切众生 有没有 而且要生辞栽戒 助于近师 早欲清净 着敬衣服 至心一处 更莫一远 那当然他这边 就举了法华经 法华三昧 里面怎么讲 这个我们就不讲 而且他里面就有讲 你看 他这边就有讲 也就是说 其实你进去的时候 不可以刹那念 这个世俗物 世俗的事物 就是你以前 要慢慢把你的 习诸原事 还记不记得 前方边的事 然后他就说 你进入这个道场 他说 其实就是 以要言之 就是 生论开则 什么事可做 什么事不可做 口论说末 什么可说 什么不可说 议论直观 什么念头可动 什么念头不可动 里面就 就有讲了 所以他第二个是 进三页 那第三个是 结界 修这个法要先结界 结一个界 这个结界 我们上个礼拜 在讲 这个 签手经的时候 里面就 已经有讲 结界有很多种方法 可是你看他这边 有规定 他就结界 取 敬水咒 二十一遍 就是说他这个 要念二十一遍 那通常其实我们 我们进官房 或者是 以我个人来讲 就不管是进 我们法国山的官房 还是在外面 自己 找地方 就是去 进进用功 进去的第一件事 我们一定是先撒尽 像我个人 一定是先吃 一开始就先吃个 一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的 这个 走 因为我们这个修法 其实他就是要结界 就是你的 那个范围 你就自己 照着那个 撒尽的仪轨 然后就开始走 走 那你一定会说 法师 你有带那个 什么 羊柳枝进去 哪有 那个多马是 以想到处为界 就是你在走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的区域 以想到处为界 然后再来 你看 修共养 你看 修共养 修共养就是 现在在我们的 颤本里面 一开始的 我们颤本一开始 是什么 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的月中法师 就开始怎么样 建堂 大悲观世音菩萨 完之后是什么 颅香战 颅香战完之后 我们才开始修共养 还记不记得 那你们或许会说 法师为什么改成这样 其实改成这样 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大圣的一个修法 大圣参法的一个修法 他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是 齐请三宝的加持 所以他举颅香战 颅香战就是 举请三宝的加持 颅香战完之后 我们大概都会听到 我们的 维诺法师会开始唱 一切恭敬 有没有 哇 你们知道吗 所有的唱颂 最难的是大悲餐 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一句 一切恭敬 实在是 然后四个人 四个人唱得都不一样 不晓得你们发现到 可是你看 在唱一切恭敬之前 其实他的经文里面 讲得很清楚 他说你修共养之前 你看行者依法结界了之后 到千项前 就是走到你的道场 你的坛场那个地方 夫具 因为这个夫具 是我们出家人的 一个东西 这个我就不再多讲 其实那你们 来到你们的堂位的时候 不是马上 也不是马上 一切恭敬 不是马上 而是你要动念头 当念什么 一切三宝 还有所有的法界众生 三宝跟法界的众生 跟我的身心都无二无别 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佛心 可是诸佛已悟了 众生上民 我们还有广大的众生上民 我为众生翻名仗固 所以理事三宝 他这个就是什么样 你看我们修这个法 从千手经 一直到刚刚一开始 智理大师就讲了 修这个法 你一定要发广大菩提心 适度一切众生 有没有 这个法要正式开始修 你看在修这个法的时候 其实前面是没有大菲叉 对不起 没有卢香蘸的 直接进来 他直接进来的时候 你看 他就是要正式 应该说要正式开始有身口意 开始有一些动作的时候 前面都是从道场 沿道场 结界 近身 都是从出的 出的就是从空间要打扫干净 空间打扫干净了之后怎么样 我们的身体也要干净 慢慢的 一层一层一层的进来 那身体开始干净之后 再下来是什么 念头要干净 要净化我们的念头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就告诉我们 一开始他就直接告诉我们 我们修这个法 不是只有为我们自己修 我们修个这个法 诸佛已物 众生丧弥 我为众生怎么样 翻名仗雇 希望所有的众生 也能够得到最究竟的快乐 所以要来理事三宝 所以你们不要很开心说 哇大杯颤 跑进去正好在唱 一切恭敬 哇太棒了 还来得及 你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因为你前面这个坐观怎么样 已经落掉了 而且这个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一定会说 法师 我不会观 你不会观 你至好动一下念头吧 因为我们心闪闪的 有时候观法不成 可是你动一下念头 你就是真的让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以前在带大杯颤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希望菩萨能够提早到 提早到 你先拜拜佛 你先打打坐 就让你自己的身心静下来 静下来之后 在一的这个仪文走下去 那你看呢 他这边就讲 一切恭敬 一心顶礼 十方常住三宝 那所有的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不管是汉传的 秘藏的 南传的 不管是哪一个法门 一开始一定是怎么样 贵尽三宝 以三宝为贵 所以你看 师父在跟我们讲 二十句共勉语 地句是什么 下一句呢 三宝万事明灯 三宝万事明灯 没有三宝 众生没有解脱的可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三宝怎么样 想办法注释 虽然 所以三宝想办法注释 就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 只要我们会愿意去用佛法 三宝就会注释 那你看他这边就有讲了 一切恭敬 一心鼎礼 十方常住三宝 然后礼了之后 你看 世诸众等 各个福贵 所有的大家 那你一定想 法师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世诸众等 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你怎么知道只有你一个人 因为你刚刚已经奇景 诸佛已悟 众生上迷 我为众生翻迷藏过 法界所有的众生 都跟你一起再怎么样 拜这部大悲惨 世诸众等 各个福贵 言辞香花 我找不到我们的香花碟 所以 网路上就找了一个 在我们拜大悲惨的时候 有一朵花 还有一朵什么 一根香 请你们不要告诉我 法师这朵花好丑 你就没有在正念上面了 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那只是一个 事项让我们来怎么样 起修 不要被这些骗了 我们修行时长这样 来 来这边用功 哇 那煮什么饭啊 这么难吃啊 你知道吗 那个都偏掉了 你来修行到底是什么 或许你会说 法师我也不知道 我来修行到底要修什么 就是师父的那个理念 我一直在强调 那不是师父的理念 那是佛陀的理念 体身人品 我自己有没有体身 然后我有没有让 旁边的人都提升 旁边的人都提升 不就是人间净土了吗 有没有 所以师父跟我们讲 提升人品 建设净土 其实这是同一件事 我在修行 就在提升我的人品 然后其实你们知道 在做任何的事情 都在提升人品 请问一下 你不要说 我来当义工 才在提升人品 你在公司上班 你都来当义工了 你在公司 人家还给你钱 懂我意思吗 有没有 你来当义工 都当义工了 你去你的公司 那个人家老板 都还付你钱 你更要用这种心情 来跟大众结缘 好好把那件事做好 而不是想说 我来做事 然后老板付钱 不是这样 其实每一件事 都是什么样 为了让我们 提升我们自己 在跟很多人的应对 怎么去提升 那有时候我们会被外境 就是我们心会跟外境 黏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的修行力不够 外境一动 我们的心就抓过去 然后我们又没有那个力量 让我们的心跟境怎么样 脱离 所以这是自己的问题 跟环境根本没问题 认不认同 我看有一些人不怎么认同 一定会想 明明是老板有问题 为什么法师你只说 我们 是我们的问题 慢慢修学佛法 你慢慢去体验 尤其当你慢慢开始会 用方法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原来每一个境 都是让自己怎么样 都一直在用方法 练习方法 你的方法用得好不好 所以外境 其实是不能让我们痛苦的 只有我们自己 会让我们自己痛苦 我们的心跟境 一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就苦了 可是心跟境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个力量 脱离 就要看你的定刻 做得好不好 你的修行 平常有没有认真的 在修行 这样子 我们后面再讲 愿此香花云 遍满十方界 一一诸佛土 无量香庄严 具足菩萨道 成就如来香 这个地方 要讲到花言的思想 比方说一朵花 各位菩萨们 请问一下 我们看到的香花点 那个花 你们知道 要有多少的圆 那个花 你们讲讲看 要变成一朵花 这朵花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朵花 这朵花有多好的因素 才会变成这朵花 懂我意思吗 那你们讲讲看 好不好 种字 你看我就知道 可是我忘了写种字 一下子出来这么多 种字 还有什么 阳光 水 空气 土 泥土 还有呢 蚯蚓 对不对 还有呢 人 还有呢 肥料 还有呢 不行 至少要讲到十种 风 还有呢 运送 猫猫虫 讲得好 蝴蝶 对 是不是 你看 我们现在还没讲完哦 一朵花 我们现在看到这朵花 要来到我们这个碟子上面 要有这么多的因素 对不对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这么多 这是我自己乱写 这么多的因素 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们从人来看 这么多的因素 我们再来看 人 因为人要去照顾他嘛 那这个人 要有什么因素 才会有这个人 他一定要有爸爸 一定要有妈妈嘛 对不对 爸爸 妈妈 还有什么 一定要吃饭嘛 我今天 因为昨天晚上来到农产室 我就跟我们的法师说 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在吃饭 要吃饭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 你一个人可以活得下来吗 不可能嘛 还有什么 还有 还有空气水 阳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什么 什么 你从小到大 衣服 没有衣服会冷死 天气这么冷 还有呢 师长父母同学 还有呢 都归到人 爸爸妈妈到边去 还有呢 教育 还有呢 你还有很多同伴 对不对 那归到人 还有呢 你从小到大 你能够长到现在这个样子 要有多好的东西 食物 食物刚才讲的嘛 就吃饭啦 对啦 食物 还有零食啦 还有呢 你有发现到 同样 人的时候 也会有 也会有很多的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 那比方说 人要吃饭 对不对 饭怎么来 又 种子 阳光 水 空气 是非 种子怎么来 你要吃饭 饭怎么来 你会发现到 每一个东西都会 很多 很多的因缘 到后来 那个因缘 多到 你知道吗 是 无限的 其实这个在讲什么 这个在讲 一级一切 一切记忆 这个在讲 其实 我们不要以为 我国凯事 是我国凯事 你们是你们 其实不是的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互相 都有影响的 你不要以为 你的个体 是你的个体 我的个体 是我的个体 错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 分割的 全部呆掉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 佛法里面 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要 对人家很好 就是想办法 怎么样 要动善恋 要去协助人家 帮忙人家 我们能够做什么 就像上个礼拜 我们讲 我能够为你们 做什么 其实不要以为 我们能够 为你们做什么 其实怎么样 我们是一体的 从这个地方 我本来说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白板 我要站起来 他们说法师 不能站起来 佛罗那个用画的 怎么样 画的会更清楚 有没有 到后来你会发现到 原来一朵香 一朵花 其实它涵盖的是 整个宇宙片法界 更何况是我们 有没有 所以不要以为 你是你 我是我 不要以为 你很贫穷 然后我过得很好 没关系 我告诉你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发 广大菩提心 希望顺了众生 都能够 离苦得乐的原因 因为我们都有关系 还剩五分钟 不行 继续 那我只好快一点 那你看 这个地方 那你看 愿此香花云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 片满十方界 你看 一朵花 跟一根檀香木 它怎么片满十方界 就是刚刚那个道理 它片满十方界 而且是片满到哪里 到所有的诸佛土 而且怎么样 无量香庄严 具足菩萨道 成就如来香 它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才更重要 后面这一段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底下 后面这段 我稍微把它变大 你看 它后面 总共有十六句 十六句 前十三句 在供养 上供诸佛 也就是说 以为为庙光明台 这是指射成 诸天音乐生成 天宝香是色生香 诸天摇善是未成 天宝仪是注成 不可思议妙法成 其实怎么样 这在指我们六根 对的六径 就是把我们整个生命 开展出来 生命开展出来怎么样 一朵花生出六成的工具 一直出来了 一一成出一切成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也就是说一出一切 它在空间上是没有怎么样 没有阻碍的 一一成出一切法 在空间时间上 无穷无尽的展开 就是因为它怎么样 旋转无碍 就是因为它没有隔阂 所以它只可以怎么样 可是现在我们凡夫众生 就是处处 这个是我的 这是我的位置 我的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怎么样 就是处处有那个 那个我抓得很紧 所以就没有办法 它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旋转无碍互庄严 就是因为它怎么样 不会在空间上 在时间上 它会一直变现 一直变现的原因就是 应该是 这怎么讲 无穷无尽的 一直展开了之后 才有办法变得很庄严 应该是这么讲 所以它就是讲 有一个香花产生上 空间上的无碍 无穷无尽的 六成供养的一个字句 从一变成多 从一变成多 从一变成无量 就是刚刚那个概念 它能够这样变 其实就是因为它旋转无碍 它如果有碍 就是有隔阂 懂我意思吗 有爱 有隔阂 有隔阂 就不能庄严 有爱 有隔阂 就不能自在 你没有自在 你就是 那个就不是不庄严 懂我意思吗 它这个地方 所以它从一怎么样 胜出了一切 无尽 所以它这一整段话 其实在修供养 然后你看 这些东西片智十方三宝钱 十方法界三宝钱 都有我身在修供养 所以我也从一身怎么样 片无量身 那怎么样 这下来 一一皆兮片法界 比比无杂无上爱 而且是怎么样 我不是只有这个时候来做佛事 我是从这个时候进未来记怎么样 我要来广做这个佛事 供养圆满无缺 而且是 做这个佛事是进未来记 然后 普勋法界诸众生 也就是我做这个佛事 做这个供养 不是只有为我自己 希望以此功德怎么样 普勋法界所有的众生 希望所有的众生 你看这些 这个地方还是希望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怎么样 就是以此的功德 大家感受到的时候 都能发这个菩提心 而且一起怎么样 同入无身 正佛制 有没有 这就是成佛 所以这个供养仪 从供养 从一朵花的供养 到怎么样 片四方法界 从片四方法界 自己修供养 进未来记修供养 而且希望 所有的法界众生怎么样 要发福地心 而且要一起同成佛道 其实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 通常这段话通常被拉掉 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请三宝竹天 这段把它讲完 或许你们会说 法师 那为什么我们的大杯餐里面 没有请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他请三宝竹天里面 其实就是 把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 来参加法会的那些人 逐一的请来 而且他这个请是怎么样 就是用嘴巴念 一个一个个的念 比方说本师释迦牟尼佛 就是动念头 而且要阴请三请 也就是说 从一心奉请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世尊 一心奉请南谋西方极乐世界 欧命头世尊 一直念念念到后面 后面怎么样 一直念到各级眷属 一心奉请 我来画一下 一直念到 一心奉请 一直念到这里 各级眷属 然后又回过头来 再念一次 然后第三次再念一次 然后完了之后 这就是主义的奉请 奉请完了之后 才下来这里 我愿释迦本师再一次的请 弥陀慈父 千光王敬诸如来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不以本计平等辞勋 来降道场 正我心法 因为我们要正修了 所以希望怎么样 诸佛菩萨们 跟这部经有关系的人 全部都怎么样 能够移来这个地方 一个是加持 第二个是怎么样 就是来证明 来证明修这个法 在这下是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这个就是前面是佛 第二个是法 有没有 种词密要显现道场 来受我供养 再来生 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谋杀 这是什么生 贤圣生 成本冤立来到我前 神咒加持 顿消三丈 大势至菩萨 种词王菩萨 谋和加设 诸大声闻 同运词被句实来讲 佛法生 那后面这些就怎么 护法 范是四王 诸天八部 所以我请来 坚守道场 勇护持咒 就是请这些来 令我所修 不为本愿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护法神也要请 那请完了之后 你们或许会问 法师呢 我们现在 在拜大悲惨 都没有请 其实不是的 我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 总共20 正修是21天 他这边就有讲 只有第一天的第一座 要修十个法 从第一天的第二座开始 请就不用请 这懂我意思吗 所以因为我们这边 一直都在拜 所以怎么样 所以请法就是 请一次 就可以不用再请 OK 这样清楚吗 清楚 来我们继续 第六个单元 叫做赞叹僧戒 那我们 在讲法华 三昧参宜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说过了 他 眼镜道场 礼佛 供养 这个单元是怎么来 他是从 普贤十大院来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生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怎么 随习功德 六者清砖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随佛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皆回向 所以他这个单元 不是他自己想的 他是依据这一个 所以你看 他第六个单元 叫赞叹 赞叹僧戒 然后他这个地方 资理大师就写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经 无赞记 无赞叹记 这小字上面写 如果预取他经 比方说像法华经 华言经 就有很多这种 四句记 五句记 六字句 七字句都有 他说预取他经 空语 骤体 极 表 报向 小有参差 故 则依经 略数战之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一个 这一个记子 是资理大师写的 你看 他写的 他就讲得很清楚 这是我写的 我负责 不过这真的写得好 这段话 我想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把牵手经 讲完了 所以大家应该就知道 他这个在讲什么了 你看他写 南魔过去 正法名如来 有没有 观世音菩萨是 正法名如来 这道价慈行 现前 观世音菩萨 因为跟我们的 娑婆世界很有缘 所以道价慈行 来 就是 带领着我们 成妙功德 成就这 唯妙的功德 据这个大慈悲 于一身心 怎么样 现千首演 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有讲 因为他持这个咒 非常的欢喜 从出地 顿超八地 所以他发了一个愿 如果未来 我能够利益众生的话 他希望怎么样 可以让 就是他身上 伸出千手千眼巨竹 然后 千手千眼巨竹 做什么 要照见法界 护持所有的众生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发这个 广大的道心 而且叫所有的众生 持这个圆满的神咒 永离二道 得生佛前 无间众签 我们身上可能 有些病痛 众签是指 众得过罪 罪业 缠身恶极 莫能救济 不能救济的 都可以怎么样 消除 三昧变才 就说法无碍 献身求愿 皆令果税 决定无疑 能使数获三圣 早登佛地 微神之力 贪莫能穷 故我一心 归命 怎么样 顶礼 这赞叹 赞叹这个观世音菩萨 然后后面就 还有一段话 就是说 这个赞叹 就是随自己的什么样 智力 如实说 这是智力大师教我们的 怎么来做赞叹 可是我们 每一个人修这个法 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原因 所以怎么样 我们自己也可以怎么样 依据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事 怎么样 也可以来怎么样 赞叹 来发愿 你看他这边就讲了 然所求之事 不可增长生死 然所运之心 必须利益群品 这样子才会有用的 那第七个就是做礼 这个做礼就是 我们刚刚请来的 我们都要来鼎礼 那你看他这边 行者应念三宝 体是无缘慈悲 应该要拔记一切众生 但危机不能起 所以既应我既在三奉情 众非目及明应不须 故说 故须做以降之想 骚众名乡 污体投地 礼上所请三宝 为诸天鬼神 不须自礼 那是因为智力大师写 他是出家人 所以我们出家人 不礼敬鬼神 若自不顶礼鬼神 若自大悲咒及 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我们鼎礼的部分 鼎礼到观世音菩萨 跟这个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大陀罗尼经 各须三礼 有没有发现到 也就是那个地方 是要拜三拜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法 这是这个道场的人 此事人 这个人跟这个法 是道场主的原因 像我们修法华三昧参仪 拜到普贤菩萨 一定就是怎么样 三拜 上面他就会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他这边 一心鼎礼 本师释迦 谋尼释尊 前面是什么 一心奉请 南谋 本师释迦 谋尼佛 前面是这样 所以他把 一心奉请 改为一心鼎礼 南谋 去掉 南谋是归境 南谋去掉 本师释迦 谋尼释尊 你看他这边就有讲 你请的时候 他这边就有讲 礼佛的时候要想什么 能礼 所礼 信空极 他把这一段话 我把这段话 扩大 来到这边 这段话 礼佛的时候要想 能礼 所礼 信空极 感应 道交 难思义 我此道场 如地珠 世家如来 隐献中 我身隐献 世家前 头面 皆足 归命里 很多人以为说 法师啊 我在拜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念这句话 我个人的看法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 文字背后 他要跟我们讲什么 去知道这个精神 反而是重要的 比方说 一心顶礼 本师 释迦牟尼 世尊 拜下去 你在那边念 能礼 所礼 信空极 也可以 可是你会发现到 这时间会拉得 非常的长 可是不是因为 时间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他这个讲的 背后在讲什么 其实他这个地方 来把空甲中 带出来了 能礼的人 是谁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是 是什么和和的 五蕴和和的 所以没有一个什么 真正的 我 是不是 所以因为什么 因为是 因缘和和 因为因缘和和 所以怎么样 他无自信 无自信 所以他是空 这个地方 要听清楚 其实这整部大悲战 整个法华三昧战 就在讲这三个字而已 就是空甲中 能礼的是我们 我们是五蕴和和 五蕴和和 就是因缘和和 其实 这世界上 你可以感受得到的 你可以听到 你摸到 看到的 全部都是因缘和和 所以怎么样 因缘和和 他就是无自信 没有一个自信 无自信 他就是空 所以他这能礼的是我们 所礼的是谁 法古山 佛菩萨 对对对 吓我一跳 法古山也是 因缘和和的 然后 所礼的是谁 诸佛菩萨 对不对 诸佛菩萨也是怎么样 因缘和和 他因为我们而怎么样 我们可以感受到 那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所以他 佛有三生 报生 化生 法生 法生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所以报生 印生怎么样 那个都是因为 我们的原因 所以他们也是因缘和和 所以怎么样 都是怎么样 因缘和和 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空 懂我意思吗 什么叫做自信 就是有一个永远不变的 不可能啊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一个什么 叫做永远不变的真理 就是无常 就是这样 就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但是现在 如果有一个 东西不变的话 那个东西就叫做不变 不知道你们听懂我意思啊 其实 所以他就是 所有事情都是因缘和和 所以我们是因缘和和 佛菩萨也是因缘和和 所以怎么样 这个是什么 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空 可是既然无自信 怎么还会有感应 道教难思义 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慈悲 所以我们讲空 假 中 我把那个PPT拉掉了 我本来还想 把这个空假中 再弄得更清楚 那你看 他从空 为什么入假 就是一份菩提心 一份菩提心 你看我们 我们众生 我们明明知道 所有的东西 都是因缘和和 连我们自己 都是因缘和和 可是你看 我们对所有的东西 抓得多紧 你一抓紧 你就有起烦恼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可是有一群人 在这边苦哈哈的 所以佛菩萨什么样 从空入假 就是因为那一颗菩提心 因为那一颗菩提心 感应道教难思义 怎么样子能够感应 这个地方我也强调一下 感应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其实就是怎么样 见空性 诸佛是空性的 你也是空性的 马上可以感应到 既然都是空性的 哪来的感应 第二件事是什么 就是那份孝心 那份应重的心 所以你看 我们来拜颤 我们来修行的时候 我们都说要带了 一份应重的心 那是最容易感应的 感应道教难思义 就从空入假 我此道场如地珠 就这个道场如 第四天的一颗魔宁珠 那颗魔宁珠就是 你想要有什么 什么东西都可以变现出来 世家如来 引现中 我生引现世家前 一直到这个地方 都在讲假 世家魔宁佛 引现在我前面做什么 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就是中 所以他这个是 在告诉你什么 什么叫做中 他其实这个修行 是有次第的 一步一步一步带着你 一步一步带着你 那事实上 一开始他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也是因缘和合的 就是让我们不要去 那么的执着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很多人在 很多人就是来拜颤的时候 人很多就会觉得 空气好热哦 汗流很多 如果我们执着在这个地方 你就没有发现到 这是因缘和合的 有没有 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他其实就是一步一步 先让我们不要 对这个身体怎么样 先放下这个知取 甚至连我们的念头 就先放下这个知取 可是放下这个知取之后 怎么样 这个就是无助 可是他无助完了之后 他马上要你提起一个心 是什么心 菩提心 是你一颗要去利益 所有的众生的心 有没有发现到 这一颗利益众生的心 提起来之后 这不是一个狂妄的心 如果我们 就是 没有无助的方法 没有无助的方法 没有这个 就是这个 怎么了 没有这个 你能够解脱自己烦恼的方法 我们都走在这条路上了 我们只想到说 我要去利益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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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狂妄的心 你编利益众生的时候 其实都在那边造业 你用外面那一套带进来 所以修学佛法 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所以师父讲 人间净土 我觉得这个净字 实在是太有味道 因为净这个字是怎么样 净化我们的烦恼 没有烦恼 其实就是人间净土 修学佛法第一件事 就是要我们 能够净化我们自己 我们能够净化我们自己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净化 这就是人间净土 可是你要有方法 无助的方法 这个就是什么 你要有无助的方法 你能够净化之后 你再下来 你才会想到说 我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跟我一样可以净化 这个就是从空入甲 一步一步来 然后呢 头面皆足归命理 释迦牟尼佛 引现在你前面 这时候你应该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 这就是忠 所以师父讲忠 我这边不用天台中的解释来解释 因为会把你们给搞得乱七八糟 我直接从师父的末照 等一下 其实这整个修法 到后来全部串到师父的末照 圣言师父教的末照法门 等一下 其实因为这次我们来不及 讲一部经 叫做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可是我知道国建法是有讲 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讲到那个什么 有没有串到师父的末照 我不知道 其实那一整动画 等一下时间来得及 我们还是把它串回去给大家看 那师父讲忠的意思是什么 不执着有 不执着无 不执着空 不执着有 不执着左 不执右 不执前 不执后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 不要你执着 什么东西都有 可是就是没有那颗 执我 我要执着的那一份心 其实大圣佛法真正的解脱 是这样子的解脱 什么东西都有 清清楚楚 我该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可是就是没有那颗 我执的心 这个就是 无我的智慧 修学佛法 不是说 没有所有的境界 而是藉由这个所有的境界 你的智慧 从这个境界里面出现 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 就是无我 你只要有那颗 无我的智慧 什么人啊 事啊 物啊 什么 都没有办法困扰的你 你就是因为有那个我 所以这些东西都黏得住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修学佛法的方向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师父就讲 就是不执着他 当下就是中观 那师父就是讲得更清楚 中观你怎么运用 你用方法的时候 不执着方法 现在 就是菩萨们很可爱 回去做功课 就执着功课 我昨天功课没做完 今天继续补 免了啦 今天就是还是回到自己 用方法的时候 不执着方法 你遇到境界 你对境界清清楚楚 但是你不为境界所动 其实这就是莫照 有没有 这就是莫照 再来 有行有向 不起第二念 但是当下明察秋好 这就是 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有 就是没有那个我值得行 你只要一有那个我值得行 怎么样 你就起烦恼 那你们 大家或许会说 法师啊 讲得好容易哦 可是至少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修行的方向 是这样 真正的涅槃 真正的大涅槃 是这样子的涅槃 而不是 人跑掉了 懂我意思吗 真正的 真正的 对佛法来讲 我们 我们说我们信佛 学佛 就是要成佛 佛陀出世的 就是为了要让众生 都能够成佛 那什么叫做佛 其实就是进化 你知道吗 你自己懂得去进化你自己 你自己懂得去进化你自己 一步一步的一步的 进化其实就是提升 让你自己没有烦恼 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所以这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在讲空甲中 所以你拜下去的时候 我反而是 我反而是 我个人的建议是 不是要去念那个记字 因为那个记字是后缘编出来的 能理所理性空极 感应道交难思义 我不会记错 等一下翻一下 这个是赞然大师 赞然大师写的 不然我们记错 还是智者大师本身就有写的 就是说 他其实这个记字 只是要让我们知道 记字背后在讲什么 我们真的要去实践的是 背后的那一个 那我们或许体验不到 我们修行体验不到 我时常说 我们是没有智慧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 文法 文师修 我们文法 用佛陀的智慧 来当我们的智慧 以前我们师父时常告诉我们 你们这些人是没智慧 可是没有关系 师父怎么讲 师父怎么做 我们就把师父的智慧拿来用 踩在师父的智慧上 继续往上走 所以他这是什么意思 你一心顶礼 本师释迦牟尼释尊的时候 拜下去 就是拜下去 然后 清清楚楚地拜下去 有一个绝招 当你起的念头 哇 这个拜电怎么这么硬啊 你马上有一个绝招在那边 我在修行 有没有 第一念起来 你不要让他有第二念 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没有那个我值 可是没有那个我值 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讲长官 这个绝招力是要有的 你不要拜下去 全部就栽在那边了 栽在那边的时候 修纸 有时候修纸 就是那个官没出来 绝招力没出来 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一样 你在家里煮饭 炒菜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吗 你不要让你的手 只是一直在那边炒 全部投入在那边炒 不是 你要把你自己再拉出来 你可能 这些事情 你可能都很清楚 你只要摆 五十在炒菜 另外五十 在绝受 绝照一下你整个身心 原来我现在在炒菜 我心里很生气 为什么每天都是我炒的 他们大家都要吃饭 为什么就是我炒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 越炒越生气 越炒越生气 煮出来的饭菜 都是生气的 那你在做什么 可是如果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就会 你就会清楚知道 空甲中 家里这么多人要吃饭 来道场 煮饭菜 都煮给大家吃了 更何况是在家里 家里是最好的道场 你们知道吗 家里有两尊佛 家里有大菩萨 小菩萨 中菩萨 都有 你家里 这个道场 能够照顾得好 再说你怎么出来吧 不要颠倒了 不要颠倒了 所以你稍微 把自己拉出来一下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也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如果你心里想的 跟这个方向是不对的 你要慢慢拉回来 而不是从头炒菜炒到尾 然后心里滴滴咕咕咕 滴滴咕咕咕 滴滴咕咕咕 滴到尾 不晓得会不会 为什么是我洗盘子 不是别人洗盘子 你在洗盘子 其实你已经在 广众福田了 你知道吗 可是因为你在那边 滴滴咕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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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做什么 赔福的时候 罪业同时 这是人天福报 进入解脱道的时候 解脱道一定有一个 绝招力在那边 解脱道 解脱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空 其实那个空 就是让你能够 解脱其实就是解脱烦恼 那个空其实就是无助 懂我意思吗 可是 可是真正的空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有 没有那个我子 真正的空 是这样 所以还要从空入假 不是只有我好 我希望所有人都更好 其实整个佛法的修行 进入最究竟的涅槃 就是这样子 我们修学佛法 不是要成佛吗 成佛怎么修 就是这样修 讲得很容易 三大阿僧集结 我们慢慢来 不能再跟你们玩 继续往下 不过这个地方 整个佛法的修行 今天不管你天台 宗观什么什么 他用不同的话来讲 可是他要诠释的 就是这一点而已 就是两件事 其实这两件事 就是一件事 如果用师父话所讲 其实就是慈悲跟智慧 慈悲跟智慧 用金刚经来讲 就是无助身心 就是这样子而已 用师父的话来讲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要讲的东西 都是一模一样 而且师父让我很感动的一点 是师父讲出来的东西 直接告诉你最究竟的法 你听不懂 是你的层次不好 可是他不会 不好意思 你搞不懂是 你现在的层次不够 可是你知道吗 他不会给你一个化成 师父不会 师父给你的东西 就是最究竟的 马上让你知道 最究竟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呢 你自己走在这条 修学佛法路上 你自己慢慢去体会 当你一体会到的时候 要叫你离开这个团体 都不可能 这是真的 一个团体最可贵的是 他有究竟的法 究竟的理念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而来 我们为什么而来 你家里那么忙 事业那么忙 你为什么而来 来到法谷山这个地方 你不要告诉我 为了要来这边吃饭 你不是为了来这边吃饭 你也不是为了来这边怎么样 来这边交友 你也不是为了来这边 喝什么什么 你是为了什么而来 为什么而来 大家讲啊 为了法而来 对 我们是为法而来 所以每一个道场 大大小小一定都会有一些状况 可是只要他的法 出来的法是最究竟的 就值得我们在这边修行 就值得我们在这边学习 法谷山有这个东西 法谷山最大的宝贝 就是师父啊 师父所有的东西 直串佛陀 让你看 但是大家体验到了吗 师父所有的东西 是直串佛陀 所以我只能说 道场有没有问题 如果以我们刚刚这样讲的话 其实你的世界 那是你自己世界看出来有问题 应该是这么说 可是我还是想讲 我们都是为法而来 所以师父说 从佛陀开始就说 我们都是法眷属 我们是师父的法眷属 我们彼此也是法眷属 我们在法上怎么样 做交集 这样就好 生生生世世 最近我才跟我们的一个义工菩萨讲 我说你的广结善缘 好像都没有第二个方法 就永远都是买零食来给大家吃 希望他没有听到这一段 我说你开始 就是送一点经书 就是哪里人家要修行什么经书 念珠 或者什么 不要动不动 就都是买汤果 饼干 这样子 我说不要了 不要了 就是已经修学佛法了 那人家刚开始来修学佛法的人 他不懂 他还没修到那个程度 还不懂 所以他总是会想要买这些来供养 好不好 好哦 也要有哦 也要有哦 否则到场没有人来供养了 就怎么修到 还是要有 可是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法眷属 要在法上努力 要在法上努力 就是彼此怎么互念彼此的法 互念彼此的法 我们会去互念人家 人家就会来互念我们 我们彼此在法上增长增上 如果我们彼此都在吃的上面增长增上 那干嘛来这个道场 想到的都是吃的 对不对 我们彼此都在法 法上面去增上 这个才是对的 那我们生生世世 就会变成是一个法眷属 不要 不会在那边黏滴滴的 不会在那边怎么样 就不会有这些东西了 发愿 第七个单元 第七个单元 我只能讲这样 其实说真的 就光这个空甲钟 就可以讲好几个小时 我只能这么说 可是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 再来就是发愿持咒 那发愿持咒的时候 你看它就是金云 若有比丘比丘尼 幽婆舍幽婆义 同男同女 这我们之前都讲过 所以我这边就不讲 然后他这边就讲 这十六个愿 分两节 前十个愿 你看他就讲 明成就法 往生散的 后六愿是明 明除灭法 破恶 然后他又讲 因为观世音菩萨 怎么样 拔苦心重 所以称为大卑者 十五位者 那我们再看 这就是这十六个愿 那这十六个愿 我们上次课程已经讲过 就不再讲 只是这个地方 我想讲一下 以前在生团教 泛拜课的时候 时常碰到法师 问我说 法师啊 那个南模观世音菩萨 跟南模奥密陀佛 每一个人唱的速度 都不一样 到底他唱的速度是什么 来哦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意应专念我本师 就是欧密陀佛 有没有在这里 然后就送这个陀罗尼 然后你看他就说 心则详 身对此佛菩萨前 称念尊名 为在哀切 有没有看到 如遭焚溺 因为我自己 曾经被水淹过 我很清楚知道 喊救命的感觉 求于救济 所以以前 就是看到这段话 我就知道 我自己因为有那个 那个体验在 就是那个被 被水淹的 灭顶的感觉 我就很清楚 以前我们的法师 有人唱到这里是 我若像畜生 值得大智慧 南模观世音菩萨 南模观世音菩萨 那我就问他说 某某法师 你有没有碰过 就是会威胁到 你生命的事情 他说没有 我说你如果有一天 碰到什么事情 喊救命 会不会跟人家喊 救命 救命 会这样喊吗 你看它上面有写 如糟粉逆强 那一定是救命 救命 是这样子喊的 当然你一定会说 法师你不是说 要有一个绝招力吗 在那边 所以 不是哦 这时候 这时候还是要有绝招力 可是是怎么样 已经不是这样了 所以你看 它那个节奏是 非常的怎么样 紧凑的 紧凑的 就是如糟 就是被水腻了 就是要求救 这样子 所以那就不太可能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一个 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要来救我 那个什么 奥密陀佛 要来救我 这样 好 那我们 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 所以这个我想 我就不再讲 那观世音菩萨 白佛言 世尊 如果诸众生 宋慈大悲神咒 堕三二道者 我是不成正觉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讲了 观世音菩萨 讲千手经 讲到后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观世音菩萨是什么 正法名如来 他是过去佛 怎么样 道家慈行 就是 献菩萨生 其实很多菩萨都是这样 地藏王菩萨也是 地藏王菩萨 就是那个都是道家慈行 再来 你看到 若不生诸佛国者 我是不成正觉 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 我是不成正觉 宋慈大悲神咒 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 若不国税者 这个咒 就不得为大悲心托罗尼耶 再一次强调 你知道吗 那个 千手经是一个密教的经典 你看到 他那部经典有讲 若不女转男生者 我是不成正觉 可是你看 资理大师没有用这句话 我心里在想 在宋朝的时候 资理大师就是一个 两性平等的人 你看到这个并没有 把他拉出来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千手经 有讲到那一段 可是你看 资者大师就是取 他要的 所以我就 开个玩笑说 资理大师 也是两性平等人 那这边咒词完了之后 你看到 观世音菩萨说 这个咒以 大地六遍震动 天雨宝花 缤纷而下 这个咒说完之后 哇 瑞相一堆 史方诸佛都非常的欢喜 天魔外道 恐怖毛书 一切众位 一切与会的人 都证国了 而是证什么国 证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或证一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乃至十地者 而且听到这个咒的人 所有的人都发 无量的菩提心 然后来到这个 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就怎么样 我于众生 诶 怎么不见了 我于众生 哦 对 就我于众生 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 这个地方就是说 为什么 所有人都发了 这个菩提心的 有这么多的瑞相 那我在现场 怎么 我还是怎么样 是怎么了 所以他第九个当元 就进入所谓的忏悔 他说 忏悔 就是 听完这个咒 大家都发无量的 无量的菩提心 而且都证国了 那我呢 你看 他就说 应该要念 一切元帐 也就是现在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过去的因 是的 是的 其实 佛法讲因果 三世因果 我们很清楚知道 所以 我们佛教徒讲 我们不需要去算命 因为我们现在 所受的种种 都是我们过去造的 我们未来想要怎么过 就看现在我们怎么做 就是这样 他说 现在我们所受的种种的 元帐 都是过去的因 那过去今生 跟所有的众生 何恶不造 何恶不造 或许你们会说 法师不会啊 我也是一个好人 是啦 可能 可能 也是个 应该是个好人 可是我们 就是没有看到说 其实我们那个心 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 顺利死心 就知道了 我以前自己在拜 在拜良皇宝禅的时候 拜到我真的是 全身恐怖毛素 就是拜参 拜到那个经文 我真的感觉到 那经文 讲的所有的东西 我以前都做过 这是真的哦 那拜的真的是 全身会起 不畏心 整个修行的过程 你走到一个程度 会有这个不畏心出来 就像我们在打坐 打坐也会走到 一个程度会有不畏心 就是怎么样 手不见了 脚不见了 头不见了 突然全身不见 就一碰到那个 无我的时候 那个不畏心会起来 那当然有很多种 我以前在拜参的时候 就会拜到说 哇 其实那个就是 内心很多的种子 怎么样 慢慢从浅 从很深的意识 慢慢一个一个 在浮起来 其实那是好的 你知道吗 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些念头起来 就是这些种子 一直在起来 所以种子现行 我也是讲 种子 熏现行 现行 熏种子 所以 这件事会不会再轮回 你只有三秒钟 如果你的定功 定功不够的话 就这样 一直顺着这个环境 再下去的时候 你骂我一句 我可以骂你两句 我也不是不会骂人 你打我一拳 我可以打你两拳 这件事就证明 注定一定要一直轮回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到 这件事一直在重复 重复演的时候 那不是一直是怪 为什么这些事情一直发生 因为是我们让这件事情 一直在发生 是这样子的 那你看到 过去今生 与诸有情 何恶不造 何恶不造 醉壘寂寂 世事相逢 为冤 为亲 为脏 为恼 我们都说最亲的人 可能是最难度的 的确 有时候最亲的人 有可能都是我们的 冤亲在主来的 真的 如果你不好好的学佛 就是冤亲在主 你好好的学佛 你看他们就会觉得 大家都是来报恩的 所以若不忏悔 无有解脱 道法不成 所以要怎么样 披尘 哀求 三宝 为我除灭 那金云说 为一切众真 忏悔先业之罪 意志掺泻 无量解 种种的恶业 法华三昧云 里面就讲 业性虽空 因为业性也是怎么样 业也是因缘和合 但是怎么样 果报不死 颠倒因缘 起诸重罪 所以要流泪悲气 口宣 口宣掺悔 要掺悔什么 我即众生 人家听到大悲咒 都怎么样 正国 正阿罗汉 发广大的菩提心 可是因为我过去 造了太多的业 我听到这个大悲咒 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怎么样 无死以来 就是常为 这个三业六根 身口亦三业 沿得彼舍身 以六根 就是被重罪所障 以前造的总罪 所以不见诸佛 这上个礼拜 我没有讲 不知初药 我们一直在讲 众生的苦 不是苦 天气很冷 没东西吃 环境不好 众生真的苦 就是一直在 这个世界轮回 一直在这个 说佛世界 六道里面轮回 跳不出去 不见诸佛 不知初药 所以一直顺着 这个身世 不知妙离 现在虽然知道了 可是同为 一切众生怎么样 就是虽然知道了 可是跟所有的众生 同为一切 众罪所障 所以经对 观音 十方佛前 普慰众生 归命 忏悔 所以讲完这个 才说 为怨加护 令障消灭 其实那个是一个很 那心情怎么讲 就是希望 观世音菩萨 你要怎么样 互念 加护着我们 让我们的所有 罪业都可以消业 再来就是 普慰一事恩三有 法戒众生 悉愿断除三障 归命上回 就是为所有的众生 怎么样 就是祝福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可以怎么样 断除这个三障 那他这段话 里面 其实就是怎么样 我于 我们唱到这里 又念 我于众生 唯愿观音 慈悲射受 这在讲什么 这就是在讲 顺逆实心 我们众生 就是顺的这个实心 怎么样 修唱为法门的 这实心是 非常的重要 这顺逆实心 就是我于众生 无始以来 因为爱见 什么叫做爱见 谁顺贪欲 叫做爱 这个好事 我也要 这个好的 我也要一个 杯子一个不够 两个三个四个 带子一个不够 一个两个三个 就是随顺着我们 就我们没有那个绝招力 想要什么就什么 所以有时候 我们都会时常 提醒 提醒菩萨 或提醒学生 不要太放纵自己 放任自己 不要太放任自己 有时候 就是看到 生气 就一直生气 其实那个是放任自己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有在用功的人 你怎么可以一直放任 你自己 这样一直生气下去 绝招力在哪里 所以 我们大家要共修 共学 要彼此互念 有时候碰到这种 状况的时候 提醒一下 他那个什么 正念马上就会提起来 正念马上就会提起来 分别执着 就是见 我们无始以来 因为爱见的原因 所以怎么样 内计我人 就是我们自己 里面的烦恼 外加二有 然后怎么样 不随喜他 一好之善 人家做得很好 怎么样 是不错了 不过 就是这样 我们众生就是这种 酸葡萄的心灵 佛陀明明告诉我们 他做了所有的功德 我们愿意的话 去随喜 赞叹他 其实我们跟他 同样的功德 可是我们众生就是这样 唯片三叶 身口意三叶 广照重罪 或许你们会说 没有啊 我哪有 有 不相信 你们看看 在西藏 他们是放黑石头 跟白石头 动了一颗 好的念头 就放白石头 动了一颗 不好的念头 就放黑石头 你们知道 他们到晚上 黑石头多 还白石头多 黑石头多 可是你知道吗 不管黑石头 还是白石头 当他发现到了 那个都是白石头 当他发现到了 他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黑石头拿起来 我们回去试试看 我们不要用石头 石头来种 我们用红豆跟绿豆 也比较便宜 晚上要睡觉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你看一下 你的红豆多 还绿豆多 你一定会告诉我 法师一颗绿豆都没有 一颗豆子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一团 混乱的一个状况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 其实他们不管 黑石头还是白石头 当他绝照到的时候 怎么样 那个念头就停住了 那你们一定会说 法师你都没有 给我们打气 一直泄我们的气 不是啦 其实我们 众生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修行 所以你们不要还很开心 说晚上要睡觉 一颗豆子都没有 这表示你一整天 在混乱的状况 你懂我意思吗 就你发现到了 那反而是好事 你不要太开心 一颗豆子都没有 不相信你们回去试试看 回去试试看 唯辩三叶 广造重罪 事情虽然不广 可是你怎么样 恶心遍布 而且 最恐怖的是下一个 昼夜相续 无有间断 就我们动的念头 都是不好的念头 然后那个念头 是很维系的 可是我们自己可能都 都还会很觉得 很理所当然 而且 复畏过失 就是不要让人知道 不遇人知 就是不畏恶道 都不知道说这样做 以后不知道跺到哪里 都不知道 无惨无愧 所以拨无因果 所以故于今日要怎么样 深信因果 就对回去 深重惭愧 深大不畏 发入畅悔 要断相续心 发这个菩提心 断恶修善 而且要怎么样 开始用功 请测三叶 翻喜重过 水喜凡胜 一毫之善 念十方佛 有大福慧 可以救把我 及诸众生 从二十海 什么叫二十 就是分断生死 跟变异生死 到三德案 就是指佛的 般若三德 再来 从无始来 不知诸法 本性空极 就我们不知道 其实怎么样 诸法是无字性的 我们说 碰到的都是无字性的 然后我们 明明以为 有一个真正 有什么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直在 造这些恶 今知空极 为求福底 为中先故 广修诸善 所以片断中恶 所以才 唯愿家户 怎么样 令藏消灭 唯愿观音 不会三者 对 唯愿观音 慈悲射守 是这样子的 这里就是 非常有名的 顺利诗经 然后再下来 就是进入 自心畅悔 比丘尼 你们是指 弟子郭开等 跟所有的法界 一切众生 现前这一心 是本具签法的 那你们知道吗 现在 因为我们那个调子 我们那个调子 切句 正好是切在 上 比方说 现前一心 本具签法 皆有神力 即以致命 可是我们现在变成 即以致命 上等佛心 所以变成 那个句子的切法 唱诵的缺法 切得不是在 意识的 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因为他那个句子 就是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搞得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 里面在讲什么 只是觉得 那个调还蛮好听 今天威诺唱得还不错 都在这个地方 下功夫 这可惜了 他这边就讲 其实我们跟 所有的法界众生 还有就是跟 所有的诸佛一样 现前这一心 是本具签法的 而且是怎么样 都有神力 而且这一颗心 是跟上童诸佛一样 有这一颗怎么样 有这个智慧 明智的心 下童韩式 跟所有的众生 都一样 可是呢 因为无始以来 我们怎么样 就是暗动 暗动的意思 就是讲说 就是没有智慧 就对了 无始以来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智慧 所以怎么样 触世昏迷 就是我们在碰到 事情的时候 就是昏昧 就无始以来 这个无明 障了我们这个 这个佛的这一颗 这个智慧 跟这个什么 清静的心 所以触世昏迷 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就是怎么样 没有这份 没有这份明智的心 就是举心附着 就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举心动念 都被烦恼怎么样 绑住了 本来是平等的法里面 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 开始由 我 起 智 他相 智就是你的 我相已经出来 我相一出来 后面的四相 后面的三相 全部出来 我相 人相 重生相 受者相出来 你只要一有我相 其实你的烦恼就出来 因为本来是 无自信的 无自信就是 因缘有 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缘合合 因缘合合 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空 可是你现在已经有一个 我在那边 你一有我 就有一个 对 有一个 对 就是 对立的人 就是他了 我跟他 就开始出来 我跟他 跟所有的人 众生 一层一层一层的出来 所以你看 平等 本来是平等的法中 开始有 你我他出来 你我他出来 又因为 爱贱的为因 爱贱为本 我们刚刚讲 爱就是贪欲 贱就是什么 分别执着 然后就开始 有这个 身口为原 开始行动出来 在这所有的 与诸有中 这个有就是指 所有的众生 无罪不造 在所有的众生里面 我们什么罪不造 十恶无逆 造了什么罪 十恶 忤逆 棒法 棒人 或许你们会说 法师我哪有 再好好的参下去 就会知道 应该都有 破戒 破灾 回塔 坏事 偷生 奇悟 这个就是稍微 其实他这个地方 就是怎么样 在发露了 我们以前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在讲戒 戒的功能 就是怎么样 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 是一个一个的发露 偷生 奇悟 污尽 犯横 清损 常住的饮食 财物 这些事情 千佛出世 都是不通忏悔的 而且这样的罪是 如是等罪 是无量无边的 而且舍掉了 这个人生之后 就是命中的时候 就是河舵 直接到 伤了道去了 而且要受 种种的苦 所以以至于 现在 现在这一生的时候 重脑交间 就是烦恼很多 或二锦 已经缠了 或有一些病 怎么样 缠着我们 他缘 批破 所以 有时候 你看有一些人 想要来好好的 修行 用功 没办法 你们知道吗 想要来用功的时候 就有什么 我们去做什么 想要来用功的时候 就有什么因缘 让你没办法来听课 让你没办法来修行 其实那个就是 他缘 逼迫 葬于 道法 你们知道吗 然后 葬于道法 不得勋修 所以现在遇到什么 这个大悲 圆满神奏 素能灭除 如是罪障 故于今日 自心颂止 归向这个 观世音菩萨 及十方大师 发菩提心 修这个 修真言行 就是跟 观世音菩萨 与诸众生 发入众罪 求其站位 必尽消除 为愿 这个大悲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大菩萨 牵手护持 牵眼照见 令我等 就是所有的人 内外 藏缘 都可以怎么样 击灭 自他横怨怨成 开本见之 自诸魔外 这个什么叫做 开本见之 其实师父有讲过 开本见之 其实就是指开悟 一切众生 所有的佛性 师父说 其实见 是指如来之见 知是指 如来之之 也就是 佛所见 佛所知 所以称为 本之见 那本 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 就是本地风光 就是 开本之见 换言之 就是指开悟的意思 开本见之 自诸魔外 什么叫做 自诸魔外 因为我们持这个咒 我们修这个法 能够使得 一切天魔和外道 都因为修这个 大悲战法而远离 三叶精进 就是指 我们身口意 三叶修行 都非常的努力 所修的一切善行的目的 三叶精进 修净土因 修这个 都是因为要成就怎么样 往生净土 跟成就净土的功德的因 修净土因 至舍此生 就是这一生怎么样 结束了 更无他去 他去 那眼睛讲五去 我们一般讲六道 就是这个生 舍了之后 没有要去哪里 决定哪里怎么样 决定得生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所以修大悲战法 最后也是到哪里去 极乐世界去 决定得生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而且要亲自供养 怎么样 大悲观世音菩萨 聚诸种词 什么 广度群品 种词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让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接出苦人 同道之地 忏悔 发愿意 所以你看 这里面其实就已经有什么 有忏悔 有发愿 有回向 那什么叫做种词 种词其实是指 一个字或一个法门 它能够通达无量的法门 以一个法门 能够含荣所有的一切法门 为什么一法 它能够度无量的众生呢 因为这一个法 是含色说的法 尤其是大悲众 我们在看大悲众 那十二章里面 他就有讲 见到任何众生 都能够怎么救度 脱离苦海 所以同道之地 然后 唱会发愿完之后 就开始怎么样 玄绕 玄绕的时候 你看他这边就有讲 玄绕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观想 十方三宝 充射整个虚空 有没有 十方三宝 充射我们整个虚空 所以 南无十方佛 十方法 十方生 佛法生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奥密陀佛 南无千光王金祝佛 这个都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系的 南无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有没有 这是法 南无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 大四智菩萨 总之王菩萨 这是生 有没有 前面总说 后面别说 然后再来就是三皈依 三皈依晚了之后 其实是应该 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参观 那你看他这边常观 行者 行者 礼灿器 应该要出道场 别一处 那就一经开始修 但是 其实这一个法 不见得 这个法 你可以打坐 可是如果你不擅长 打坐的人 其实他这边也有讲 法华经里面有讲 如果你不擅长 打坐的人 你可以一文送辞 就是什么 继续辞大悲咒 就像我刚刚讲的 人家有人 一摊子 一遍大悲咒 那个禅定功本 是非常的深的 那其实 这个观行 其实在 普贤观经里面 有一段话 就是说 如空中风 无所依止 何者是罪 何者是福 罪福无主 这是什么意思 空中的风 你看 他没有地方 可以抓 他其实他就讲 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忏悔 什么是罪 什么是罪 什么是福 我们之所以会称 他是罪 是福 是因为有一个我 去抓他 可是我也是怎么样 也是空性 是因为有一个我 当我们能够见空性的时候 怎么样 正空性的时候 拿来的福 拿来的什么 罪 所以 为什么 普贤观经里面讲 端坐 念十相 有没有 所以这边又 穿到什么 穿到这个禅修里面来 所以他因为那一段 那一段话 其实 就是师父所讲的 末照 末照 修末照 其实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要发大悲心 其实这就是从 由空入甲 有没有 我们刚才有讲 由空入甲 就是那颗大悲心 大悲心 就是大菩提心 就是能够让所有的众生 成佛的心 第二个就是放舍诸相 所谓的放舍诸相 就是不执着任何一个现象 实际上就是无助 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无助 你看 师父讲 心不助于心理现象 不助于身体现象 不助于环境现象 所有的心内心外的一切现象 都是有的 可是你不要去执着它 你不要去在乎它 这就是放舍诸相 怎么样放舍诸相 从放舍神信 安定神信开始 所以 所以 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是要你有一个绝招出来 你有没有放松 你有没有安定 有些人 词大悲�� 哦 这是在拼命啊 拼命不是修行啊 你要怎么样 你要一个绝招心出来 你要尺子很优雅 很放松啊 尺子很安定啊 这才叫做修行 要把功课念完 你也不用这样子 把功课念完这样子 你跟我们要走的方向 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说 你看他这边 常观就是 再拉出来 我怎么样 我会越念越顺 可是我有一份绝躁力在这边 我要发大菩提心 广度一切众生 可是我很清楚知道 我的身心是松的 我的身心是安定的 我怎么样 我起烦恼了 我是知道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才真的是 如果我们还要再套 这才是中华禅法国众 真的 这个全部可以套上来 禅 今天我才在跟我们一个 介长法师长 其实整个修学佛法 我们的经教分很多种类 有一些就是什么 属于比较宗教性的信仰的 就是说 你修我这个法 我可以让你消罪业 灭障 种种 可是 整个佛法跟释法 最不一样 是它一直往内 往内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的环境 都是我们自己以前造的 所以它就是让你怎么样 就是有一个绝躁力在那边 原来起烦恼 不是外面起烦恼 是我起烦恼 我起烦恼 那个东西在跑的时候 我已经绝躁到 绝躁到了 我们刚刚又讲 一己一切 有什么好生气的 那都是 跟我是息息相关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要有一份绝躁 当你要发这个大不敌心 大悲愿心 如果你没有这份绝躁 放松身心 安定真心 没有这份绝躁力的时候 那个都是骗人 我想要去奉献 我想要去服务众生 然后我自己身心状况 乱七八糟 那我call in 是不是 修学佛法的次第 不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是同时的 可是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刚刚有讲 从空入甲 要发大悲愿心 这个空 就是这个次第 走到这个地方 你没有这个绝躁力 没有办法 这个绝躁力 首先就是先从 放松身心 安定身心开始 再来休息万事 什么叫休息万事 事是不可能没有的 吃饭走路 打坐睡觉 上洗手间 打扫环境人 都是一样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 前一念已发生的事 以及后一念还没发生的事 挂在身上 刚刚做过的 已经做过了 其实已经怎么样 可以有记忆 可是你不用牵挂 还没有发生的事 师父说 可以有计划 但你不用悬念 凡事跟当下 你用的方法不相应 全部都是闲置 就必须要随时随地地放下 师父说 这就是休息万事 可是讲得很简单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怎么放下 怎么无助 我还是必须要强调 他一开始 一定是先从 有助开始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给方法 我们要给功课 就是要你从 住在外面 开始慢慢住在三宝地 因为三宝地的东西 是比较 的方法是比较单纯 慢慢慢慢才有可能 进入到所谓的无助 是这样子的 所以要 全身要清楚 放松 那这边我们稍微很快的 这个是 牵手眼 搭背心咒行法 它有十个刻意 可是现在其实 我们只有五个刻意 其实这五个刻意 也可以说六个刻意 其实大家在拜灿 尤其是在法谷山 拜灿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要 大家怎么样 身在哪里 心在哪里 放松身心 安定身心 其实这就是关心 所以其实 虽然我们没有 十二可以沿道场 现在道场都很庄严 进三夜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结界 一开始 生团就已经有结界 请三宝祝天 只要请一次就好 所以你看 其实还是都有的 那到最后 其实我还是想做一个接 这忏法非常好 因为我们说 整个修学佛法 就是在修 戒定会 忏法 第一个 其实就是 一戒 发露先 罪 那什么叫做发露 就是刚刚那些 偷生 己悟 五二十逆 有没有 那些都是在发露 为前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 诵经 拜灿 这个就是修定 所以你看 我们整个 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在持咒 我们深夜一直在拜 那个就在修定 那第三个呢 就是 观照 罪性捧空 就是那一份 绝照力 从放松身心 放松身心 安定身心开始 那个其实就是什么 会 所以整个修学佛法 其实它的 次第就是这个样子了 最后 回去还是要做功课 我只能这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1 0.9 1.1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你看它的数据 一直在变化 可是你看 1024 3的话就是多少 5904 你看 你看这差多少 这是指什么 我们每天掉一点点 一点点 懈戴一点点 一点点 你看 懈戴的时间就变成这样 数字是0.3多 每天进步一点点 你看 2.59 可是你每天让它滚背 你看这差多少 1024跟1 59049跟1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整个修学佛法 如果你只是在你自己的功课 持大悲咒 唱尾 发愿 其实 那个就是小数点后面的东西 更何况你根本不做功课 1跟0.1 1跟0.9 只掉了0.1 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可是当你感觉出来 掉下去的时候 你要再爬起来 要花更大的力气 所以一定要做一点功课 那后面为什么滚背 2乘以 2乘以2乘以2 就是我们已经跨出去了 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我能够做一点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讲 一切即一 一即一切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 如果我们能够跨出去 其实那个是滚背的 而且这个滚背是必须要有清楚放手 这个就是那个绝造力再出来 那个绝造力只要一出来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滚背会滚得不得了 修学佛法是这样子修的 反正我不管 我已经全部都讲了 这下来请你们看到我的时候 不要再告诉我 法师你的功课太多了 我觉得我这个身份 我觉得我应该要交代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那你们做不做 我只能说 以前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那以前师父说 知道了你们没做 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我想最后最后 还是谢谢大家 这是唐克莱 大家一起来修学佛法 只有我故意挑这一尊观世音菩萨 你们发现到 是来应观音 可是它那个动态 真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 其实是走入人群 其实我还是想讲 我们不要讲说什么 建设人间净土 其实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 要扮演一份 就是要发挥一份功能 去进化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修学佛法 身为一个人才会有意义 不好意思 其实耽误了大家一点时间 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边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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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